赤壁之战之后 关羽虽然放了曹操一条生路 但曹军势力大剑 只得退回南郡 因此孙刘两家便趁戏开始壮大起来 但是原本处于合作关系的孙刘联盟 现在也发生了变化 攻占曹营城池成了两家共同的目标 然而就在周瑜亲自披挂上阵 费尽周折自以为胜券在末的时候 孔明却通过细致的安排 轻而易举地得下了周瑜打架的城池 那么从孙刘两家关系的急速转变中 我们能看出怎样的利益纠葛和战争智慧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为我们平三国论智慧 请继续关注第四十集 《挑战城池》 关于合营 孔明要军阀处置 既有军令状在此 不得不按军法行事 如果按照军令状 要展关于的话 第一个张辉会跳出来 第二个赵云 然后第三个刘备一定会向他求情 孔明一口气把这些人全部很妥当地 让大家好好的合力把力量结合起来 他这一次是非常成功的 既如此 量还有何话可说 谢君士 关于夏贵 拜谢孔明是真心的吗 百分之百的真心 虽然他心甘情愿地要死 就好像当年他在土上 也是心甘情愿地要死 但是由张辽给他一线生机 他还是很感谢张辽 现在更是这样 他知道孔明这个人 他是有上环保健 他是由刘备当众授权 他一翻起来 他说杀就杀 这一次居然没有杀他 他当然真心真意地谢谢孔明 孔明他这次这样做 有好几个用意 第一个当然是为了 让关于把曹操那份情 完全还清了 然后还让曹操欠他一点情 这一次他是完成了 第二个 他也知道 关于对他内心 始终有那么一点不服气 你一个年纪轻轻的 我们是结拜兄弟 你无缘一故传进来 你到底是有多大忍耐 孔明自己也心知肚明 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地做一次人情 给关于 关于在华荣道手下留情 使曹操顺利逃回南郡 但是身处安全之地后 曹操反而失声痛哭起来 成相于战火之中 生死危难关头 全无拒切 进到城中 为何反而痛哭不止呢 我哭的是 国家 国奉孝啊 若奉孝在 还能让我有如此的惨败啊 我们要知道曹操他从来就是这个样子 把责任推给别人 自己没有一点点悔悟 你看他这句话伤害了所有的谋成 意思说你们这些人有什么用吗 如果国家还在的时候 我会这样吗 他就说你们没有个人都应该反省 你们赶不上国家 还敢在这里冲树 可是他就没有想到是你重用他们的 你看旁边的人一个个都傻掉了 不知道怎么回应 所以为什么跟曹操的人 各位去看 凡是越忠心的又没有好结果 就是因为他反复无常 他从来不自己检讨 所有错误都是归别人 他这次不过是按照他的原来的性格 这样发挥出来而已 此日曹操带领随身谋士 离开南郡前往许都 曹操回许都收拾军马 必以来报仇 有一密记封在信中 一旦危急照记而行 是东吴不敢证实南郡 曹操回许都打算报仇 临走刘一记 要救南郡行得通吗 我保证是行得通 因为曹操他是首度兵法 这种小事情对他来讲 那是轻而易举的 只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南下 再也没有机会 他这一生的最高峰已经过去 以后只有往下走 尽管他还有这种雄心大志 尽管他嘴巴还是讲 我怕什么 我再召集一些人 再来报仇 他没有这个机会 第一个 岁月不老人 第二个 情势有变化 你跟刘备慢慢回起来 第三个 老天也不容许他这样做 所以他要救南郡 那也计是行得通 但是也保不住 可是他自己要想怎么样怎么样 恐怕都不可能 成功重创曹操后 刘备派孙权渡江东吴 奉上礼物 以示庆贺 而周瑜则趁机向孙权 打探孔明和刘备的消息 不知你家主公现在何处 现屯兵游江口 那孔明也在游江口 军师与主公同在游江口 孙权告知刘备与孔明都在游江口 有什么用意 就是摆明告诉周瑜说 我们要开始动作了 我们要去荆州了 我们要分享这个战争的成果 拜明的 孔明这个人做事情向来是很坦然的 他很少像一般人那样做 伸张虚似或者搞来搞去 他很少 这是他有他可爱的地方 但是千万记住 他有这个实力 他才可以这样 如果他没有这个实力 你这样做实在讲是太危险 就等于把底牌晾给别人了 一个人有没有资格晾底牌 自己要斟做斟做 孔明他是有资格的 他有实力 我底牌就这样晾 咱们来吧 你赢得了我就让你赢 赢不了你就乖乖地复苏 可是周瑜呢 周瑜在这方面还是差一点 所以他不得不用计谋 周瑜他心里想 这次我们两家说起来是联合 那实际上都我们在打 你孔明只不过出出主意而已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个战力的 战胜的成果 现在刘备跟孔明都聚集在游江口 那就是摆明的要去南郡这些地方 那我怎么可以让他呢 所以他就决定我要去拜访他 事实上他是不怀好意的 此日周瑜便亲自携带厚礼 表面上是过江答谢刘备 而实际上却另有他意 东吴欲并吞汉江久矣 现今南郡已在掌中 如何不娶 胜负不可预定 周瑜表示决心娶南郡 刘备为什么说胜负不可预料 这句话其实是孔明教他的 现在开始有很多刘备的话 其实都是孔明在后面指指点点 因为经过要杀关羽 所有人都向孔明求情之后 他们内部的沟通可以说相当的顺利 因为刘备慢慢发现说 孔明的确有他一套 所以只要有外面人来 他会先问他 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不会问 那孔明就告诉他 你唱白年之后我就唱黑年 你唱黑年之后我就唱白年 我们一致来对外 所以周瑜一来 那刘备心中有数 知道他自己讲什么 朝人永不可打 大都督恐怕娶不下南郡 我要是娶不得 那时任凭玄德公去娶 好 双方约定由东吴先娶 若娶不下 刘备再娶合理吗 听起来非常合理 你是主力 你先娶 但是胜败随度料不到 你娶不了 我来娶 这些都是孔明在后面 所定下来的计策 而大家配合得非常好 使得周瑜 不得不越来越掉入 他们的陷阱 但是表面上要很和气 这个叫做既联合又竞争 周瑜回营后 便立刻派大将将亲 攻打南郡 不料将亲 却被曹颖守城大将曹仁打败 你第一仗娶南郡不得 就大败而归 错我军飞 被曹仁打败 周瑜有什么感觉 周瑜只是觉得 曹操还是有一套 但是他没有想到 后面还有一个孔明 就是非常有趣的三角关系 曹操用记 打派东吴 而后面有一个孔明 从中取吏 叫做渔翁得吏 诸葛亮他保持一个很冷静的立场 里面去打 打得很热闹 你一打得热闹 就很忙 很忙 你脑筋就不管用 我诸葛亮在后面 我所有事情都知道 曹仁会怎么样 周瑜会怎么样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说两个人相争 最后一定第三者得利 他这次就是扮演 这个第三者的角色 我们从这次的过程 可以了解到几件事情 第一个 人上有人 天外有天 这个是周瑜要学习的 因为周瑜 他始终在江东 他是一个很畜色的将领 他没有碰到外面 有比他更高明的人 他没有 所以他很有自信 认为以他的计谋 足够把天下打下来 后来他发现 曹操也不简单 所以他对曹操 他有几分的防备 但是他认为口明 只不过他法术很厉害 打仗我看不见得怎么样 因此他的重心 始终没有摆在这里 他老想杀他 就没有去研究说 他有什么高明的地方 他搞不清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是越来 越把自己 缩在一个小圈圈里面 都为不了 那再加上他的个性 是很烈的 因此他会陷入高度的危险 东吴大将出师不力 于是周瑜便亲率大军 杀向南郡 而曹擁守将在情急之下 只得打开曹操所留锦囊 以求出路 按丞相吩咐 撤离南郡 撤离 一刚开始听到 这种计策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十分惊讶 为什么要给我们撤离 当然要坚守 怎么可以撤离 我想这是很直接的反应 而曹操呢 他每一次都是用相反的计策 这次也没有例外 他所谓的撤离 就是不撤离 我想这种话 大概全世界也只有 咱们中国人听得懂 有外国人说撤离就是撤离 就是不要的意思 中国人说撤离 就是用撤离来坚守 没有一个人 会出主意说放弃算 那算什么军师 那算什么统帅 所以不管他用什么方法 最后都是要坚守 这个我们一定要 把它保得很清楚 你可以用坚守来坚守 你可以用撤离来坚守 你可以用先撤离后反攻来坚守 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最后就是要坚守 实在是坚守不了 那就不坚守 这个时候不坚守 还是要坚守 因为有机会 你还是要回来 所以实际上所有事情 讲起来都只有一套 一套有千变万化 而不是有好几套 曹仁他提出来以后 大家认了一下 但是因为曹操的声望 已经在他们身上建立了 很雄厚的势力 所以大家会很冷静地听 然后果然觉得有道理 就靠这一点 他们会很实际地去执行 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如果大家只是听一听 根本不当一为是 那什么记都没有用 曹仁依照曹操留下的锦囊形式 假装撤离 周瑜误以为 此时的南郡只是一座空城 于是便率大军进入城内 结果不仅中了曹军的埋伏 周瑜还被独间射中 危在旦夕 周瑜是个责任感很重的人 他也是不顾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三国时代有很多将领 真的是奋不顾身 只有任务 只有对他的主人 很少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 当然他们不是轻视自己的性命 而是说我死在战场上 我是很光荣的 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周瑜他种了毒箭 去找医生又找不到 虽然有解药 但是这个解药不能根治 所以他在初期 他当然是很慌张 此时周瑜身负重伤 而曹军却趁机到东吴营寨外面挑战 鲁肃急忙吩咐部下 因为悬挂免战牌 吩咐出价 坚守不住 为令则斩 是 鲁肃为什么下令高挂免战牌 因为这个时候你怎么打呢 我问你你怎么打 周瑜众毒箭 一时没有办法复原 其实还谈不上复原 革命能不能治得好 都还没有把握 所以有时候不战也是一种战的策略 我用不战 那你在外面 久了以后你就会疲累 疲累时候 我再来看什么时候跟你战 不战也是为了战 战当中可以不战 不要把战跟不战把它分开来看 因为战就是不战 不战就是战 这种思维要好好去磨练 你才想得通 这时候他高挂免战牌 是此时此地 就是当时当地最合理的一种抉择 他是很正确的 虽然鲁肃已下令部下高挂免战牌 但在外的曹营将士 却仍不罢休 曹人命士兵高喊 江东鼠辈 不敢出动 有什么用意 打仗的时候 那个时机是非常重要的 当敌人士气很高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要跟他仗 我们守一守 让他疲累 让士气降低 我们再看机会 攻其不备 这是很好的战略 千万不能说硬碰硬 什么都不管 勇敢就是了 那就叫做有勇无谋 那是不值得我们学习的 现在朝人眼看 周遇重见 里面的人士气低落 这个时候不打 什么时候再打呢 但是他看到对方挂扁剑牌 他也不能说硬冲进去 硬硬冲进去 也是十三很多的 一般来讲 手总是比较占便宜 弓总是牺牲很大的 所以随便下令就要弓成 是很不强当的 因此他就喊 想要激怒这些东吴的将领 这边也真的被他挤得很气 曹军百般辱骂 实在难受 请准许我出战 前日兵败如不饱辱 早晨刀下之鬼 快退下 鲁肃就说 不能打 可见那时候 很需要他这种 比较果断的抉择 在鲁肃的悉心照料下 没出几日 周遇的剑伤便开始有所好转 外面 何事选话 尊重演练 周遇听到外面喊叫 他说什么事情 当然鲁肃还是隐瞒他 所以你看我们这里又表现出来 像鲁肃这么老实的人 他有时候都不敢说实在话 我用不敢 我们有时候他不说实在话 他不敢说实在话 他怎么可以说实在话 所以我们又给那些 一天到晚说 有话直说 有话要说 好像这是唯一的道路的人 一个提醒 那是不负责任 有话直说 有话就说 是目中无人 是不负责任 是一种很鲁莽的 千万要小心 如果鲁肃当时说 外面人在骂我们江东淑辈 不敢出东 周遇马上就跳起来 你最后就死掉了 周遇后来自己听说 有这么一个喊声的时候 他还是爬起来 他还是披挂整齐 还是出来要印章 因为他本来就是英雄本事 他从来不会在这里 稍微有点 懈怠或者是贪生怕死的表现 朝人他在没有看到周遇的时候 他以为周遇已经死了 所以他就喊江东淑辈 不敢出东 现在一看周遇出来的 他也吓了一跳 还没死啊 所以他就针对他 刺激他 高喊 那周遇当然受不了了 受不了一生气呢 那个毒箭的伤痕又爆发了 所以他啊一声 就掉下马来 那掉下马来 后面怎么样呢 后面很简单 就是将棘就棘 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可以想得到的 你这么好的机会 如果掉下来就死了 那又当别论了 现在掉下来 你要表演 也没有办法表演得那么逼真 对方一看 他就是掉下来就死了 那就将棘就棘吧 那就装死吧 那就把棺材弄起来 然后布局好了 就引草人进来 今夜三更 前往结战 夺取周遇尸体 斩下授击 宋王许多 向丞相 警告 是 各位有没有想看 为什么以前打仗 然后要把人的头斩掉 为什么 很多外国人问我这个问题 中国很残忍 一定要砍头 很简单 以前通信器材 不发达 以前摄影技术 没有现在这么好 你回去报工 我杀了多少人 你杀多少人 证据在哪里 你跟曹操去报告说 我已经把周遇杀了 尸体在哪里 尸体太重了 所以就带一个手机 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事情 提头来见 提头来见 就是我把头给你 那一看就知道 燕民正深就是他 那没有什么好 虚报战功 没有什么好抵耐的 所以我们才会形成说 把头赶下来 然后提了头 去做证据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他们就高度的 有兴趣 也冒了很大的危险 就冲进来 我们中计了 曹军发现上当 便仓皇而逃 而周遇则率部 紧追不舍 就当追至南郡城下时 却发现 南郡城早已被他人所占 国乃常山赵子龙 奉军师之命 已将南郡夺得 南郡已经为 常山赵子龙所夺取了 这什么道理 就是因为孔明老早在里面 做好安排 事先布置好 趁他们乱的时候 你用什么办法去取南郡 你用什么办法去取荆州 你用什么办法去取襄阳 他只会若定 因为他了如指掌 你们所有的空隙 他都掌握住了 所以也不能说 孔明真的是料事如神 真的是比他们这些都高 也不能 因为他在外面 他可以充分思考 他可以充分分析 他可以抓到任何空隙 然后做最合理的运用 他当然获利最多 大都督 荆州已为张飞夺取 是吧 大都督 襄阳已落入刘备之手 周已为什么弃得退学 不退学才怪 我辛辛苦苦在这里冒死在打仗 而你不会以吹灰之力 你就平白得到这几个城镇 那我是傻瓜 老人我怎么样子去向孙权交代 还是小事情 我怎么样去让我的同事不笑我 那才是我很着急的事情 所以他当时 当然心很急 然后毒又爆发 再加上连日的疲累 最后就是吐血 会吐血就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在对人体提出一个警告 当然我们身体会发烧 会什么都是一种警告 很多人一发烧 就赶快吃这个退烧药 其实是错的 那就表示你不管一切 你就会把它压下去 然后你对自己完全不了解 这是很不好的现象 吐血不会马上死 但是它是一个警告 告诉周易你要调整 你不能这样 但是它会不会调整 恐怕很难 谢谢 谢谢 咯 咯 咯